再來我們要做第八個步驟 所以我們要先選到這個被我們 retrace 出來的 然後剩下 direction 還沒有填進去的這個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需要做的 是用這個點資料去萃取方向的 cluster 圖層裡面的值 萃取的方式呢就是在 special analysis 底下 retract values to point 這邊的話我們把想要萃取的 point 檔 拉進來,然後呢 被萃取的是方向 所以這個方向檔拉進來 然後結果呢,我們就給它命名這個新的 所以我們可以命名它叫做 1 叫做 1 然後按 save 那這邊呢,做完之後它會存成那個新的一個 shape file 好,按 ok 那就幫我們計算,把這個負 180 負 179.9 到 180 的這個角度值 把它放到裡面去 這裡面有兩萬一千多個點 所以它計算會稍微花一點時間 好,然後我們去把這個新的資料夾打開 打開 那這個新的資料夾會多了一個欄位 叫做 last last 那我們在 在做計算那個 direction 的時候啊 需要用到這個 用到這個 那 呃 0到 180 它是正的 那 負的它是往下流 但是它是從 180到360 180到360 那負的它的算法是從零度往下算 零度往下算 所以這個地方也許需要做換算 需要做換算 好,在 這個後面的部分就是要把 那個圖層的 luster 資料呢 把它倒到direction 裡面 然後去刪除 roster 還有前面的 資料 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運算 就是這個 去運算一下 運算 kculate real kculate 然後因為它這邊呢 沒有一些控制條件 所以你可能 沒辦法做 做那個 負的變成 180到360的運算 所以我們還是先給它搬 搬過來就好了 好,翻過來 翻過來 然後去刪掉 這個圖層啊 這個圖層是多的 刪掉這個 選一下 選一下,然後按右鍵 delete to fill 好 那這邊的方向呢 有陣有戶 就完成了 不要這樣 不會 要爹 開 再向開